针对这一讲无缘无悔的开示 我特别跟大家一起再复习一次 老师所讲的广海明月开示的437讲 一起对照做学习 请播放 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了这一点 你印第下面那个种子 趁它还没有成长之前把它进化 不过刚才说那个大圈事先有没有道理 有绝对道理 真正你发了菩提心了以后也不怕 因为你以前毁谤过 因为你以前否定过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障碍来的时候 就跟你相关的那些人都在你的圈子里 那时候就你把他救出来 这个真正的价值在这里 所以说你发了菩提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你就有这个心 慢慢地会把你相关的心为救得出来的 这个大圈事先的真正意义在这里 这个我们要了解 等于到下面关于正观 业这个概念你认识得清楚了以后 我们才会被那个大圈事先的这句话的 真正的内涵把握得住 否则的话我们看起来这个大圈事先 它好像偏偏我们的 不是的 它还是有它的因果相关的 以及它的真正的价值 在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可不要做 我是因缘是怎么办呢 先像三菜童子一样 一口气沉了以后 然后我再那种广结这个缘 这不是更好吗 不过这个也是个人个人的心智 哪一个办法都对都正确 为什么会讲大圈事先呢 我会觉得 这会给我们一个思路 就是当我们眼睛看到了这种 好像实际上的过错 最后会给我一个思路 这是不是大圈事先 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 别人的本地风光 那如果是大圈事先的话 当然也有因果 但这个因果碰到这个大圈事先的时候 我们周围的人不要去净化我们自己的业障 大圈事先的人本身的因果 还有跟着他一起的那些人的因果 我会觉得个人要赴个人的因果 但是 他这里边就说 又出现了 因地上面那个种子 趁它还没有成长时间 把它净化 菩萨为因 因地上的种子 趁它还没有成长 把它净化 首先需要一个觉察 对吧 需要一个觉知 觉知到自己的心上 有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种子的力量 我们要去净化它 那 最深的种子的力量 应该就是无名了 或者是对悼此的种种错解 完全没有经典依据的 盲修瞎恋这些 都是非常致命的 对修行人的法身会命 接下来呢 怎么净化呢 师父说 你发了菩提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你就有这个心 慢慢地会把你相关的那些人救得出来 这句话呢 实际上指出了一条归路 这条归路呢 就是 发菩提心之后 一切坏的都变成好的 是这样吗 过去所有的不好的 将在好像会产生质变的 这个发心的行为 悦性之下呢 它都变成救人的 不再是害人 而且是把当初在阴地里 因为自己造个业 拉扯上的那群人 全部在发布提心之后呢 会救得出来 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的生命一个 非常光明的起点 不管过去是多么黑暗的 不管我曾经做了什么 就是 往事已已也看不清楚 也记不清楚 回头两茫茫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能发布提心 就是翻所有的邪恶的种子 变成是 金色的光明的种子 如果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话 可以 把我们所有所有的过去的痛苦 或者我们过去的 做错的东西 全部变成好的 而且我们周边的一切都会变成好的 发了菩提心这股正能量呢 它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心绪上的 而且是对周围的人的 师父说 相关的那群人 如果这个菩萨他发的心是 近法界便虚空界一切有情 那全部都跟我相关 反过来再说一句 未曾有一个如母有情 没有当过母亲的 如果用这样周边的观点去看的话 谁又和我没关系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 原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九远节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时光里 所造作的恶业 由于发布提心的原因 都会成为这样一个缘 全部会变成一种完全是善的力量 好像是会把这个友情 拉到你面前来 然后去承受它一样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发了菩提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非常非常的奇怪 发布提心呢 本来是要救人的 然后师父在安慰菩萨 你发布提心 你不是菩萨了吗 菩萨你不要怕 师父在安慰菩萨 你就有这个心 慢慢地就会 把相关的那些人救出来 因为师父在这里边是发现 菩萨最难受的就是救不了人 所有的菩萨不要担心 你有这个心 会把所有相关那些人都救得出来 好奇特的说法 你们认为呢 然后大家会觉得 师父只安慰到了 好像那种很了不起的菩萨 那悠悠菩萨界的我们呢 你发了菩提心之后 就会把这些事全部都翻转过来 在这个起点上师父提到了菩提心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 最像出家的历程 原来会画画的到宋舍里画画 就共产三宝 原来是你个人的一个记忆 现在全部是共产三宝 我惊讶地发现 一件事一件事一件 我的生命中似乎没有白白经历的事情 当我经历了这件事 我在这件事中提升了自己 学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可以把它利于别人 哪怕是一件小事 我这样的一个标准繁复 都要何况那种大全实现的菩萨 都能翻过来 所以当你被一个难点难救的时候 穿越了它之后 你就可以帮很多人 结论是什么 你如何救自己 发菩提心 你如何救别人 发菩提心 好 在刚才无远无悔的开始里面 老师说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 因为我们有三十五佛颤的仪轨 就照着仪轨这样忏悔 比如你怀着痛苦的心去拜三十五佛 那念佛时你就不要只是痛苦 要注意痛苦的心和心中持佛号的这个比例 这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拜的时候 其实专注的皈依求救很重要 那你越是担心自己的恶业 越是为自己做错的感到痛苦的时候 这个心应该帮助你 能够更专注的去求救 去皈依 好 是这样一个特征 所以为什么叫你注意比例呢 就是不能一直只沉浸在那个痛苦的后悔的感受里 忘了去专注求救这样 好 那在刚才广海谜的开示里面呢 师父有一段开示 师父说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一点 你因地上面那个种子 趁它还没有成长之前把它进化 不过刚才说那个大权视线有没有道理 有其绝对道理 真正你发了不离心了以后不怕 因为你以前毁谤过 因为你以前否定过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障碍来的时候 就跟你相关的那些人都在你的圈子里 那个时候你就把它救出来 这是这个真正真正的价值 在这里 所以说你发了不离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你就有这个心 慢慢的会把你相关的那群人救得出来的 这个大权视线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这个我们要了解 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一段呢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 我刚刚不是说吗 我们在学前面那一段无缘无悔的时候呢 说你要注意那个痛苦的心和心中持佛号的这个比例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知道越是为了以前的恶业痛苦的时候呢 你就越要透过这个痛苦的力量推动 让自己更专注的求救 人都是因为苦才会专注的皈依求救嘛 不是这样吗 所以同样道理 那这一讲广海明月 我们提到的是有关棒法罪的讨论嘛 对不对 但是事物这边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真的发了不离心以后你就不要怕 你以前是有犯这个错没有错 但是呢 因为你以前毁谤过 你以前犯过棒法罪 然后事物说 当夜感的那个障碍来的时候呢 因为你有发不离心的关系呢 所以呢 以前跟你造这个夜相关的这些人 都在这个圈子里的人 是因为你发不离心 为立众生怨成佛要解救一切众生嘛 你因为你有发不离心的关系呢 你就可以把它一起救出来的 刚刚不是说发不离心的人见闻念处 都会利益到一切众生嘛 所以如果自己对一个有发不离心的菩萨来讲 如果他事先他以前有犯过棒法罪啊 这些恶业 那他当初他造这些恶业一定有跟他相关的众生嘛 然后恶业感果的时候 这些相关众生又会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时候 被这个发不离心的菩萨见闻念处 也会因为这个因缘也都会得救 这就是发不离心的力量 是不是说这个大权事先 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那当然我们以前讲过什么叫大权事先嘛 意思就是说 这个都是已经发不离心的佛菩萨圣者啊 他们当然不可能 是真正的犯错嘛 所以你会把他过去的犯错的行为 看成是一种事先 但是即使是事先呢 是不是说也不会离开业感缘起 也会完全浮顺于业果道理 意思就是说 他如果事先造恶业 他如果不忏悔 他就一定会事先受苦果 一定是这样一个特征 所以真正的事先一定会浮顺因果道理 不是说因为我是事先的 好像表演表演 我造了一个恶业 我不会敢恶果 没有这种事情 都一样的 所以师父那时候在 这一讲的前后不是说 大权事先吃尽苦头 就是说如果过去有造恶业的话 是一定会因为这个恶业感果而受苦的 除非你真正发心进化他 那这边说的发不离心 跟我们平常讲的这个 皈依拜佛拜灿是什么关系呢 广论学的比较熟的同学 应该比较清楚吧 就是发不离心就是一种深度的皈依 发不离心就是一种更深度的皈依 为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对佛陀 对于三宝 对于上世三宝 我不只是归头依靠求救而已 我进一步什么 我进一步希望 我所归一的 就是我无限生命要成就的 就是我一心一意将来要成就的 就是我不但对他归一求救 而且我希望我的身与意就能够变成他 我将来一定要变成他 也是变成一个为力众生 愿成佛的佛菩萨这样 所以发不离心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归一 好 后面呢 在无怨无悔老师有开示 或者一边拜佛一边在想 我知道很多恶业这样那样那样 没有专心在持佛名号持送佛名 你原念动机的时候想一下我要忏悔 然后持佛名号时就要一心专念 非常专注的念佛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不要只把心沉浸在这个 对过去痛苦的追悔里面 光这样是不够的 这样反而会让你该专注拜佛的时候 心都没有在佛号上面 都没有在拜佛上面 所以越是苦就越成为一种推动力 让你更专注的归一求救拜佛拜灿 所以老实说 你原念动机的时候你拜之前或者拜的中间 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在原念动机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下我过去的确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我必须要努力的过夜求救 但你拜的时候要专注的持佛专注的念佛 要非常专注老实说非常专注 因为当你的心圆在这个距离夜门上面非常专注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被它的业力感染 你就很容易得到很大的加持 其实很容易翻转自己的业力 改善自己的生命 就会是这样一个特征 佛菩萨都有这种心 很多佛菩萨都发愿 有看到我形象的 有听到我名号的 有持送我名号的 有心里稍微意念我的 就一定要让他脱离无量无边的痛苦 让他得到无量无边的快乐 佛菩萨就有这种心愿跟誓愿力 所以你只要原的师长佛菩萨的时候 你肯专注 你就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好处 后面呢 在广泰明月里边老是说 接下来怎么进化呢 是不是说你发了不离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你就有这个心 慢慢的会把你相关的那群人救得出来 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一条规路 这条规路就是 发不离心之后一切坏的都变成好的 是这样吗 过去所有的不好的 将在好像会产生 直变的这个发心的行为 怨心之下 他都变成救人的 不再是害人的 而且是把当初在阴地里 因为自己造恶业 拉扯上的那群人 全部在发不离心之后 会救得出来 这里面老是就讲了 不离心一个非常伟大的作用 就是 发不离心之后 一切坏的都会变成好的 为什么呢 很清楚 就是因为发不离心的菩萨 发不离心的佛菩萨 他们有一种很强的 很强大的心理 干什么呢 就是 所有这个法界 所有这个宇宙里面 所有不好的事情 他都当成他自己的责任 会要去进化他 包括自己曾经以前 做过的不好的事情 自己以前曾经造过的事 所以他当然更会当成自己的责任 会要去进化他 然后当初造恶业的时候 牵扯上的这些一切的友情 他也会当成自己的责任 一定要帮他 所以这个叫做 坏的都会变成好 然后那当初对佛菩萨过去 有恩造过善行的这些人 那当然佛菩萨更会为了报恩 要帮他的 所以发不离心呢 会把一切不好的都变成好 这就是进化整个法界 进化整个宇宙的力量的来源 所以佛法真的殊胜伟大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佛多真的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可以解决世间所有的苦难 解决宇宙里面 所有离苦得乐的问题 关键就在于说 发不离心结合空性的修学 后面的人在无怨无悔 老师就开始说 这种状态下 有散乱一定要发现 一定要及时的发现 及时的拉回来 如果拜一会儿之后 你发现没感觉了 只是非常麻木的起上起下 感受已经变得非常的弱 这个时候你要观察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你拜的时候 专注的归一求求嘛 专注非常专注 所以呢 有散乱一定要及时发现 及时拉回来 好 还有一点就是说 拜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感觉了 好 那种对佛不杀的感恩心啊 自己得救的那种庆幸感啊 感受不强的时候 怎么办呢 老师说 这个时候你要观察一下 就是你要再停下来 再思维提侧一下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啊 你这个思维提侧 就是像广论上面讲的 水洗火烧 好 思维思掌佛菩萨的功德恩德 思维不离心的胜利 思维修行的胜利 思维修忏悔法的胜利 好 然后思维不修的过患 思维恶业生死的痛苦过患 然后因为人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 心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 这些胜利过患 你一想 你的心就容易被引动 好 所以常常提醒大家嘛 说每一尊佛名啊 持哪一尊佛名进多少罪障啊 老师说我们一定要背起来 背起来就是什么 背起来就是你在当下 你就可以 发现没感觉的时候 你就迅速原念一下 哦 持最尊佛名 灭这么多罪障 好 持宝放光如来 灭两万节罪障 两万节罪障 好 一身造的恶业有多少 两万节的罪障都可以消除 这种容易满意 当时 你心会有什么 arson吗 他是 那天 这就是 我 这里 我是 我 我 我 你是 我 我 你 我 提测我们 让我们重新 恢复我们的 对佛菩萨的感恩心 继续的专注的求救 然后在广海明月的开示里面 老师说 这样的话 讲发布离心 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的生命 一个非常光明的起点 不管过去是 多么黑暗的 不管我曾经做了什么 就是往事一役 也看不清楚 也记不清楚 回头两茫茫 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能发布离心 就是翻所有邪恶的种子 变成是金色的光明的种子 如果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话 可以把我们 所有所有过去的痛苦 或者我们过去 做错的东西 全部变成好的 而且我们周边的一切 都会变成好的 然后这个原理 其实很清楚 比如说我也常常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有能力 帮助到任何一位 你遇到的众生呢 为什么你有能力 帮助到任何一位 你遇到的众生 乃至于说 不管这个众生 甚至修行比你高 你都有机会帮助到他 我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呢 注意我后面的理由 你遇到任何境界 遇到任何众生的时候 我们 归意念丧师三宝 然后意念师长的教界 然后面对这个境界呢 你意念师长的教界 你如法的调伏我们的内心 让内心正规依法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境界的这个因缘 帮助了我 成就了内心正规依法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那既然 他帮助了我 成就我内心正规依法的功德 如是因如是果 他造了这个善业帮助我 他将来当然 也可以得到那个内心正规依法的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遇到任何众生 遇到任何境界 我一定可以帮助到对方的理由跟做法 这样听得清楚吗 我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经典一句 有啊 入行任的忍辱品里面不是讲吗 敌我共成忍 故死安忍果 首当奉献笔 就是说 我的敌人跟我一起 成就了我修持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功德 那个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的菩萨 他会这样想 说就是我的敌人 跟我一起成就了我内心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功德 所以呢我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功德能够修成 一定是靠着这个境界的帮助 他也是一个不可少的帮助的因缘 我没对着这个境界 我怎么修忍辱呢 所以当我的忍辱波罗蜜多的功德修成之后 修出来之后呢 我这个功德我第一个就先奉献给我的敌人 因为是他帮助我成就了这个功德 所以如是因如是果 这个菩萨他面对敌人 他修忍辱波罗蜜的关系呢 那如是因如是果 那个敌人帮助他 修成了忍辱波罗蜜的功德呢 他将来也一定会得到 内心里面修成忍辱波罗蜜的果 如是因如是果嘛 好 但是你不要误解了 平常我们说听法要有智慧就是这样子啊 有人想哇那这样如是因如是果这么好 那我开始当个坏人 我都去成就别人的忍辱好了这样 对啊 第一点你必须碰到那个人他愿意修忍辱啊 那个人愿意修菩萨行嘛对不对 万一那个人恼羞成怒 你们两个就渊渊相报 无限生命没完没了嘛 这是第一点对不对 第二点人家是菩萨耶 你对菩萨造恶业 对菩萨起一念恶心就要一截堕阿鼻地狱耶 所以你将来是会得到那个帮助菩萨成就忍辱波罗蜜的果 没有错但是前面你一定会因为那个 伤损菩萨的恶业要先堕落 好 所以真正好的是什么 制作教他修忍辱波罗蜜 不要说自己 去当别人的敌人 然后指望别人把忍辱波罗蜜修起来帮自己这样 那是最慢被帮上来的人知道吗 这边要把业果想清楚 我现在讲的是站在我们自己修行的那一场呢 你面对任何人面对任何众生你一定有机会 你一定能够真正帮助到他 那个理由跟方法刚刚就解释了嘛 那既然 只要内心能够正规以法 你就可以利益到对方 那何况是发菩萨心呢 何况是发菩萨心呢 发菩萨心就是走师长佛菩萨的路嘛 把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 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而且魏力众生一定要做到圆满的佛陀 的果位这样 然后那个功德跟力量就太大了这样 后面在广海明月里面老是说 发菩萨心这股正能量 他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心绪上的 而且是对周围的人 似乎说相关的那群人 如果这个菩萨他发的心是 禁法界便虚空一切友情 那全部都跟我相关 反过来再说一句 未曾有一个如母友情 没当过我母亲的 如果用这样周边的观点去看的话 谁又和我没关系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 原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久远节 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光里 所造作的恶业 由于发菩萨心的原因 都会成为这样一个圆 全部会变成一种 完全是善的力量 好像是会把这个友情 拉到你的面前来 然后你去成熟他一样 这个时候就是 你发了菩萨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好 这就是老师跟师父的解释嘛 你发了菩萨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这样子发菩萨心的人 他有一种正能量 好像所有法界的众生 都会被他吸引过来 然后饶意他 成熟他这样 那我讲过很多次嘛 你真正跟这些具有菩萨心的 这些师长佛菩萨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己身心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饶意 那就是因为菩萨心的力量 他有非常强大的心力 他对任何众生的任何痛苦都不能容忍 他一定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究竟圆满的快乐 所以我讲过很多次 我在师父身边 我在老师身边 我根本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跟他们同时坐在一个屋子里而已 甚至讨论的主题讲的话 也不是特别针对我讲的 但是等到我离开那个会场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原来不知道怎么样子 非常糟的心情突然变好了 甚至我身体上的一些苦恼也变轻了消失了 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相信很多曾经亲近过师父亲近过老师的同学呢 你们自己从你们的回忆里面去观察 一定可以体会到很多次这种迹象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是说 在师长佛菩萨的身上才成立 这个我是觉得普通人也可以做到 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那个成长期间 成长的速度很快嘛 我国中三年长33公分 小学是非常矮的 我记得我国小六年级毕业才134公分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 好像没有听过有谁国小毕业的时候 像我国小毕业那么矮的这样 但是我国中三年长33公分 那长得很快的时候就发生一个现象 对我来讲就是如此 那个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抽筋 小腿会抽筋这样 然后呢 我就记得我每次抽筋的时候年纪还小嘛 就会大叫哇好痛好痛好痛 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抽筋 没想到抽筋那么痛 然后我妈妈听到声音就会出现 她就会伸出她的手指 轻轻的在我那个小腿上这样来回的摸一下 然后说现在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会不会好一点 很奇怪 然后我那个抽筋的痛就慢慢消失了 屡试不爽 每一次都这样 所以我记得我国中三年 每一次的那个晚上这个腿抽筋在疼的时候 每一次我母亲都是用这种方式帮我止痛的这样 然后就不疼了就不抽筋了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 今天如果我用佛法来想的话呢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我母亲有很强烈的想要利益我的心 对儿子嘛对不对 然后刚好呢她又很强烈想要利益你的心 然后你刚好过去又有跟她相应的善业 然后那个善业就容易赶果 然后就真正显现成说 哎你的痛苦解除了这样 所以同样的道理 那像佛菩萨他们是这么圆满的聚立业们 然后他们有那么更强烈 远圣以母亲的想要利益我们的心 然后她是很强的聚立业们 你只要过去跟她有一点点相应的善业 那就很容易赶果 就很容易帮助你这个转苦为乐 翻恶为善 一样的道理这样 好后面在广海明月里面来说 然后大家会觉得师父只安慰到了 好像那种很了不起的菩萨吗 那拥有菩萨界的我们呢 你发了菩离心之后 就会把这些事全部都翻转过来 在这个起点上 师父提到了菩离心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像出家的历程 原来会画画的 到僧团里边画画 就供养三宝了 原来是你个人的一个记忆 现在全部是供养三宝的 我惊讶地发现一件事一件事 我生命中似乎没有白白经历的事情 当我经历了这件事 我在这件事中提升了自己 学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可以把它利益别人 哪怕是一件小事 我这样的一个标准凡夫都这样 何况那种大全视线的菩萨都能翻过来 所以当你被一个难点难住的时候 穿越了它之后 你就可以帮很多人 结论是什么 你如何救自己发菩离心 你如何救别人发菩离心 就是说师父的那句话 你发了菩离心 你什么都不要怕 老师说 师父那句话是只安慰了那些 很了不起的佛菩萨吗 不是的 老师说对受菩萨界的我们也是一样的 乃至于说 我们还没有到真实发起菩离心的时候呢 我们生命里边都有同样 类似的体会跟经历 我刚刚也说过一些 老师这边又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原来会画画的到生团里边 你的画画就变成供养三宝了 老师说原来是你个人的记忆 现在全部都可以变成供养三宝的 这样你生命当中 似乎没有白白经历的事情 不过这边要注意哦 我们原来在世间的那些经历跟记忆 为什么可以变成供养三宝 累积之粮的方便呢 注意 因为你遇到了上司三宝 如果你没遇到上司三宝 那就没有办法变成供养三宝的资粮跟善业哦 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辩论过这个问题嘛 有人说法师 我以前在学校里面搞学生社团 慢慢学会了一些组织管理的能力 你看我现在在法人里面 我当义工啊 我当全职 我也把以前学到那些组织管理的这些技能 也用在义工的投入上 他的确帮我累积了很多资粮啊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学校的那个社团经历 学会了组织管理的能力 其实真正对我的生命 对我的无限生命是有帮助的这样 听起来会不会很合理 好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合理 但真正破绽在哪里 其实真正的关键不是因为你在学校学会的那些技能 真正的关键是因为你遇到上司三宝 知道吗 如果你没遇到上司三宝 你那些组织管理的能力 你拿去黑社会用 你觉得对你无限生命会有帮助吗 重点在这里 因为你遇到上司三宝 所以你这些生命里面 本来是平淡无奇的事情 甚至本来是不好的事情 才有机会翻转成为向上的事情 翻转成为殊胜的质量这样 然后上司三宝怎么出现的 是不是因为不离心出现的 真正的源头在这里 所以后面老师讲 当你被一个难点难住的时候 穿越了它之后 你就可以帮很多人 但是你怎么穿越呢 就是老师讲的 结论是什么 你如何救自己发不离心 你如何救别人发不离心 透过发不离心可以翻恶为善 让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 都可以变成闪闪发光 这就是老师非常重要的结论 发不离心 要立这个志向一定要发不离心 要信案就开始累积之粮 回向要发起跟师长一样 无二无别的不离心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 广海明月跟无缘无悔对读的部分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广海明月跟无缘无悔对读的部分啊 好了 你们今天试试发不得了 感谢您的试试